观察者网综合报道,说道以中国崩溃这晚饭谋生的人,张家敦,曹长青只留大家耳熟能详,而在日本也活跃着一位类似的人物,在日本政论电视节目及日本书店政论类口水书专区里,经常能见到一位名叫时评的日籍华人,以后悔生在中国,钓鱼岛属于日本,日本才是被迫害的一方等言论,这位在日本也算混得有头有脸,不过这几天,他被日本官员在网上对了, 事情要从今年上半年日本政坛接连发生的两桩有关教育问题的丑闻说起,一件事分有学员,一次低价购闭事件,另一件事加进学员新社受医学部已有内部操作事件,两件事都直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安倍内阁支持率为此一度大幅下滑,在追查中,日本东京新闻女记者望月一素子给人留下了很深印象,她在日本政府每日例行记者会上,对内阁官房长官坚一伟穷追不舍, 一再追问加进学员相关问题,为此,首相官邸报道是,竟在9月1日,向东京新闻送去书面抗议,称,已未确定事实和单纯推测为基础提问,使国民对此产生误解,政府方面断然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望月一素子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商业内幕日本版图片夺的朝日新闻表示,政府官方向媒体发出书面抗议,此事实属罕见,此后在9月4日晚间,东京新闻本社甚至接到了威胁杀害望月的恐吓电话,在这种大背景下,望月接受了月刊日本采访,在月刊日本8月号上, 这篇专访,以望月一素子即便如此,我也要与权力斗争为题刊出,作为哪里都要插一脚的知名评论家,时评又在推特上抓住这件事大放学词,时评金本道,与独裁政府做斗争的勇士我见得多了,你带啥风险也没有的民主国家防外记者会进行,这算什么战斗,真是令人恶心的自我陶醉,对于时评这番给日本政府帮闲的嘴炮,有日本人看不下去了,而且这一位还有一点来头, 现任新细线之士李山龙一转发表示,不管怎么说,望月他是在和自己政府做斗争,李时平身在日本,却只知道整天冲着日本人批叹中国,李山反讽道,缩头缩脑的时平反,而说战斗者的望月恶性,我看你这种行为才更丑陋,李山龙一在去年10月当选新细线之士,他在退出日本民进党后,有党派候选人身份参选,获得了日本社民党,自由党,共产党推荐, 他坚持认为对于新细线内的核电战重启,应该采取慎重态度,最后击败自民党与公民党推荐的对手成功当选,说时平祖国是中国,时平立刻就坐不住了,时平一贯以日本人自居,在2007年取得日本国籍后更是如此, 被米山这么一说,他反而先呼诉起来,我早就是日本人了,米山你这就是不把新移民当日本人的歧视,米山之士最后回应,抛开独裁国家,永世这些夺人眼球的修士不论,时平的所作所为毫无必要,完全就是哗众许宠,讨某些群体的欢心,随后米山不再纠缠此事,继续忙他的政务了,时平1962年生于四川, 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8年赴日学习日语,1995年神户大学文化学研究科博士课程结业,但未取得学位,此后在日本报纸,电视等媒体上频繁抛头露面,预题集中在中日关系和中国现状上,观点除批判中国政府外也无他物,之后到了2007年,时平取得日本国籍,2013年起以时平太郎的名义开设推特账号,除了接受采访,时平的主页就是这个, 撰写大量正论类书籍,他笔下的畅销书包括,我为何抛弃了中国,为什么中国人连1%的未来都没有,中国人的真面目等等,时平最著名的一本书,我为何抛弃了中国,书邀宣传已写着,我选择做日本人,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